我要暴力了 連任自由開架子吹吹變變 就被人家打了 安全帽都沒脫 就站在街口大呼小叫 情緒超激動還比手畫腳 連警方也到場關心 因為新建平 我專門說他壞話 我的壞話被打了 被搞破 員警好無奈 只好邊拍背邊安撫 立於難這才冷靜下來 大盤貼氣到當街暴走 全是因為這件事 為什麼要扯過去 只要吃個飯要吃 儘管超派鐵拳發威後 網紅超哥和動手員工 都已經到警局做完筆錄 但是爭議卻不斷延燒 後時雞排裹粉酥炸 超哥創立的炸物澱粉磚 日前在臉書發文 全台門市都有接到電話騷擾 以及訂餐未取狀況 不會追究法律相關責任 總部疑慮蓋瓜承受 除了至上最深牽液 也將在27號發放100片雞排 布置雞排店 就連餐廳也被民眾檢舉 用餐環境不佳 工作人員未穿戴整潔工作帽 廁所沒有如廁後 因洗手字樣 被衛生局盯上稽查 衛生缺失事項 以開例限期改善通知單 要求業者於1月25日前改善完畢 戒期將前往複查 如複查仍不符合規定 將衣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八條及第四四條 儲6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發還 網紅爭議稍不完 所有的一舉一動 都被外界放大檢視 三連新聞和孟子楊心儀